大家好,我是L.A.小皮特 今天就是跟大家就又见面了 我在视频底下就看到很多粉丝就问我 这个礼拜很少见,我更新 希望我能够继续的更新这个视频 我在这里今天就讲一讲 就是我这个礼拜没有更新的原因 上个礼拜日的时候有一个朋友就来美国 四年他就已经回大陆去了 他就是永远就是不来美国 这个朋友跟我认识的有14年时间 所以他回去大陆的时候 对我也有一定的影响 毕竟在洛杉矶我跟他有四年的交情 这么一走的话呢 确实就是心情比较沉重的 另外就是我家里就是亲人 我的大哥因为患了肝癌 那已经有三年时间了 那这次呢就是已经是最后人生的一个停留了 就是我也没有回大陆去 那只能够呢在微信那个视频呢 跟我大哥呢就是见最后一面 所以呢这个三个礼拜呢就是出了一些很多事情 那所以呢就是也有些我跟一些朋友呢也粉丝呢也探讨了这些问题 就是很多人呢想来美国转换身份 那也是家里呢也有父母年纪比较大了 所以呢就是问我呢就是来美国呢 嗯那个时间是不是很长 那就是要有一种心理准备 所以的确是就是来这里呢你要有一种就是十九丈 要有一种长时间待在这里 那大陆呢那边呢就是要是有亲人 有什么病痛啊或者什么的事情 那你要回去的话呢就是 就是就是就是很多就是很多东西很难办啊 回去还是不回去 这个都是一种很很痛苦的选择的 所以就是来之前呢确实是要考虑清楚 哇这个这个确实是有要一些考虑的 嗯就我来美国大概也有六年时间了 就是这六年其实在人生之中呢 这六年呢不算很长 但是却这六年确实天方地府的变化 首先我自己的亲大哥呢 他想见弟弟的最后一面都是要靠这个视频来去见 这个是人生的悲剧 其实在这些海外华人洛杉矶这边呢 比比皆是啊我见不了我自己的大哥 也还有一些朋友啊在这里啊 连就是母亲啊离去都不能够回回家里 敬孝啊送中啊很多很多啊 啊父母双亲在大陆已经啊都去了 他在美国二十年他都没有回去啊 啊已经呆了二十多年了 在在海外啊一直那些身份都没办法解决啊 那他也很喜欢美国所以呢啊他只能够选择美国 那连自己的那些亲人也顾不上了 所以这个东西都是这样啊 但有一也我也讲过有一些呢就是呃自己的揭发妻子啊 那感情深厚啊呃那个老公在来美国 来美国呢也是有四五年时间吧 那自己的妻子在大陆也患了那些绝症 那也要见最后一面那这些呢因为是夫妻之间呢 那这个啊有精神没来世啊 所以呢就是被迫的啊离开了美国啊去见自己的妻子最后一面啊 那上次回大陆来说呢也是等于是放弃了美国的这些身份的问题啊 啊所以很多很多都回去 而且呢特别一些女的她是单独来美国 但是她还有自己的老公还有自己的孩子很小在大陆 那她来到这里之后呢呃每一次都在微信看到自己的孩子啊 那看着母亲母亲你几次回来啊我想念你的时候 那她呢真的是啊作为一个母亲来说呢那个心情可想而知啊 那因为母亲嘛都是爱自己的孩子的嘛那在这个漫长的等待之中确实受到很多煎熬很多煎熬所以 那在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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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血泪啊血泪啊身心去聚聚脾就是身身心受创啊 啊在这里呢就是啊浮出很多体力的体力啊身体受到一些伤害 但这个都已经啊每个海外华人都这样 但是呢那个心灵上呢还是牵挂着国内的那些亲人啊那种那种离别之苦 所以呢我呢就是呃今天我在这里更新的就跟大家讲一讲了就是啊 你要是来美国的话呢你一定要处理好大陆家里的事情 特别是亲人啊年龄年龄的问题都要考虑在内啊这个东西的也是不能够说是一种冲动 因为我们毕竟都是过来人所以这个是一个一个建议就是啊不要说呃 突然呢头脑发热啊就来然后呢就是你要是大陆那边出什么事情的话呢 那确实呢确实呢确实是你是没办法顾及的你要有这种心理准备啊 这个来美国可能需要一种长长期的坚持啊是这样的啊 啊现在我都觉得呢就是亲人呢是很重要的要考虑清楚就是啊 啊亲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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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健康都是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 重要 所以来到美国你要办身份的话 嗯这个 不是说一两天的事情啊 嗯 我知道呢现在呢中美之间呢也有一些差距 就是每一个制度都没有好不是说美国就是天堂不是地狱 但是我们大陆也不是说天堂地狱其实都是一样的 你没有来的时候你想想把一切想象的很美好的时候 当你真正现实之中你体会到的时候 你会有这个感觉的 嗯你没来过所以没有那个感受 嗯但是我们在洛杉矶啊 我们误读了这些啊人间离别太多太多了太多了 夫妻之间啊还有父母在国内那年纪大了年老了啊 真是有一句话就是生离死别 今天呢我就跟大家呢说到这里 那我会继续的会更新的啊 不会就是我开这个LA小频道了就是会继续更新啊 还有很多很多的一些在海外华人一些呃体会啊 我都会继续的跟大家通过聊天啊 啊这个形式的跟大家啊 说一些海外华人真实的东西吧 嗯谢谢关注谢谢大家拜拜